这节课我们学习ES8中对象的另外一个经验方法 叫做object.get on property descriptors 当然这个方法名称可能比较长 但是我们先从字面上理解一下 大家看get获取 on是不是就是自己的 property这单词叫做属性的意思 describters 就算这个词大家可能很多同学不认识 description应该都认识 是不是叫做描述 discribters叫做描述符 所以说当前这个经验方法的作用 是获取一个对象的所有自身属性的一个描述符 还是通过例子来说明当前这个经验方法 应该如何去使用它 我们看例子 当前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4-3.js 引入网 因为大家发现其实我讲课的时候 会把每一个知识点都放在一个单独的GS文件当中 这样的话大家回去复习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容易复习 通过当前这个文件的名称 就能找到对应的语法 对吧 OK 首先还是一样 我们定一个对象 然后Name比如说叫做enbook 然后我们对应的课程是es这样一个课程 OK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对象 然后我们定一个比如说dlc 就叫nob数的意思 然后我们通过调用今天要学这样一个方法 叫做get on property descriptors 然后参数就传入当前我们obj这样一个对象 接下来大家看我们输出一下这个desc 我们看看代码这7行输出结果是什么 大家会发现得到的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对应两个值 一个是name 一个是course 这两个值对应的是不是就是我对象里面这两个输星的值 然后我们看展开 OK 我们再展开name属性 大家会发现当前这个name对象里面又有四个值 分别是value invitable invitable 和configurable 这四个属性分别什么意思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大家看 value的值就是当前对象里面属性的一个默认值 我们name属性默认值是不是就是emoc 对吧 invitable表示的是对象属性是否可以改 如果是处的话 是不是就是可以改 如果force就是不可以改 下面这个属性 它对应的是当前这个属性是否能够通过for in这种方式循环充满 如果true就说明可以循环 如果force就是不可循环 第四个属性表示作用是当前对象里面的属性能否用delete的运算符 去把当前这个属性给它删除掉 这时候我同学会有疑问 说这四个属性是我怎么给它设置上去的 对吧 我相信很多同学会有这样的疑问 我们看如何给对象设置这些属性 OK 我们看 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对象吧 比如说这叫obj 然后它是一个空对象 大家记得在es5里面 我们其实学过一个方法叫做object.define property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不是可以给对象里面设置对应的属性 对吧 然后在es6里面我们讲了一个对象叫做refine property 我们翻译过来叫做映射 那节课我们讲到说object下面的很多方法是不是被移植到了refine property上面 所以我们用一个新的语法叫做refine property.define property 其实它们的作用是不是一样的 都是给对象设置一些属性 大家看我现在第一个参数指的是要给哪个对象设置属性 不是要不要给obj设置属性 对吧 然后第二个属性指的是要给这个对象设置什么样一个属性 比如说属性的名字叫做name OK 第三个参数是一个对象 这里面就可以对于一些属性的值进行一些配置 而配置的项就是刚才我们输出的那几项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配置一个value属性 它指的是当前我这个属性对应的一个默认值 比如说name 我设计一个属性 OK 这时候大家看我们输出obj 大家看代码第14行 是不是输出当前对象有个name属性对应值有的属性 OK 因为一开始是个空对象 所以说当前name属性是不是通过reflect.define property给它加上去的 OK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再看 vertible 比如说我给它设置成false 当前这个属性的作用表示这个属性是否是可以修改的 vertible就可写对吧 大家看如果我设置成false的话 我在obj.name属性 比如说我改个名字叫做正三 以后我输出obj 大家看代码第17行 有没有发现输出的name还是系成 相当于这个name属性并没有被代码输出的行给修改 为什么被修改 因为在代码第12行 我们vertible设置的是不是false 大家看如果我给它改成true的话 这时候name属性是不是就能从卸成变成正三 对吧 所以说vertible的属性就是做这个用的 它用于控制这个属性能否被修改 是一个不耳心的词 OK 这是第二个属性 第三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下configable 大家看 这个属性比如说我先设置成false 它表示的是当前具象的属性 能否通过delete的预存符把它删除掉 大家看 false是表示不能删除 比如说大家看 我现在调用delete的预存符 然后删除obj下面的name属性 这时候我再输出obj 大家可以看到代码第20行 大家没发现name将三还在这 为什么 因为当前configable设置成false 不能被删掉 对不对 但是大家看 如果把它设置成true的话 我们看代码第20 你们发现就是一个空对象 也就是说明 delete的预存符 已经把obj这对象 下面的那种属性 已经给它删除掉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true和false 就是控制当前这个属性 能否被删除的 OK 然后我们再看 还有个参数 叫做imminable 当前这个参数 对应的也是一个不耳心的词 比如说我给它设置成一个 true OK true表示的是 能够通过foE循环 把对象里面这个属性 给它循环成了 我们看 这个属性的值 我先不删除 我先把这些都除掉吧 大家看 然后我们通过forin 当前这样一个ob结构项 我at一个p 在这边输出p的值 保存 当然代码第23 p的值 是不是有个name的值 对吧 说明能便利出来 大家再看 比如说如果当前 我给它改成一个force 保存 这时候大家看 在码第23行 是不是什么也没有 因为当前 如果设置成force的话 就说明当前这个属性 不能被循环 被利出来 我们试一试 到底是不是这样 比如说 我们再给它复制一个 然后呢 我再设置一个age属性 比如说对应的年龄 是34 然后这是true 这是true 我给它呢 也是什么true 大家看 当前obj对象下面 应该有两个属性 分别是name属性 和age属性 name属性 在便利的时候呢 不能被便利 而age属性 在便利的时候 可以被便利 我们看看 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看 这时候 是不是只有age 没有name 对吧 所以大家看 通过我讲这个例子 大家应该能够知道 我们通过object.getOnPropertyDescriptors 获取到obj这样一个值的时候 我们再输出一下 大家看这个值的时候 输出这个属性 分别是对应的什么作用 这时候大家应该知道了吧 对吧 因为这几个参数的设置 就是通过 reflate.defineProperty 给这个对象 设置上的这些 自定义的属性 而属性的每个作用呢 我们也都讲清楚 那再讲 其实除了object.getOnPropertyDescriptors 以外 大家注意哦 这个方法的名称 后面是不是带一个s 其实跟它对应的 我复制一个 还有方法名称 不带s 但不带s的时候呢 它后面对应的参数 是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指的是对象 第二个参数呢 我要获取的是 对象下面 哪一个属性 所对应的描述 大家看 比如说我想获取的是 age属性的描述 保存 当然代码这三上二行 是不是输出的就是 age属性 所对应的这四个属性 对吧 那如果我用的是 descriptors 代s的话 那么它就输出的是 这对象下面 所有属性 所对应的描述 OK 懂了吗 这个呢 就是这节课 我们学习的 在es8种 对象下面 另外一个 新的 性态方法 叫做getOnPropertyDescriptors 这个方法的作用 是不是返回对象里面 自身属性的描述符 描述符 对应的一共有四个属性 分别是value 就是当前 对象属性的一个默认值 writable 指的是 当前这个值 是否是可以修改的 下一个属性 指的是当前这个属性 能否被底下运算符 把它删掉 最后一个属性 表示的是 当前这个属性 能否在for in的时候 循环变历数呢 而且 后面三个属性 所对应的值 都是一个 不耳听的值 也就是 数和force 所以呢 大家如果在 自己做项目的时候 发现 如果我们想获取到 某个对象下面 这个属性 它这个描述 到底是怎么样的 是否是可写的 能否可编例的 能否可修改的 对吧 或者默认值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 这节课 学的这样一个 属性描述符 把它对应的属性描述 给它获取出来 对吧 这就是这节课 我们学习的内容